目前的系统信号在板子上跑的速度越来越快 特别是在资料储存的方案中 有哪些选择跟考虑点呢? 现在业界的Engineer在设计产品时 都要采用DRAM来做Data Buffer 那DRAM的读写大家都知道需要Address 以及Io、Data Buffs、Club来做存取 那先要选择送一个Address 然后再做读或写的动作 那读写不能同时操作 所以其实它的效率不是很高 那为了增加DRAM的throughput 往往DRAM clock都要提高到很高 比如说少在200MHz以上 所以这同时也增加在板子设计上 需要特别去做考虑 那为了增加这些读写的效率 那读写的操作也得特别设计过 比如说避免在读写的时候太过于频繁在读写上面的切换 比如说你要一次把许多的读的Data做一次性的操作 那再切到写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设计和出错上 会增加 如果说用DRAM来开发的话 设计和出错相对的就增加它的复杂度跟困难度 那这也会影响开发跟上市的时间 那时间就是金钱 那时间就是金钱 如果说厌迟上市的时间 等于是增加了开发的人事跟产品的成本 那如果在设计上需要Data Buffer 通常是影像处理的应用手 就是需要一个连续性的将资料读入暂存 然后读出做处理 那可以考虑First In First Out的Five Phone Memory 那Five Phone Memory有下列的几个特点 就是Sequential Data Input跟Output 就是序列性的读入 资料的读入跟读出 Buffer Any Digital Data 就是任意的Digital資料都可以用Five Phone Memory 来做Buffer 那它提供非常简单的读写的界面 就是可以同时做写入跟读出的动作 它同时也是用Synchronous High Speed Data Access的方式 如果使用Five Phone这种方案的话 有什么好处呢? 那从Resource的角度来看的话 可谓Engineer 剩下许多的开发时间跟成本 而且Engineer可以用它大部分的时间去专注开发 更解决主要的系统功能 那如果说用FPGA来做开发的系统的话 那它也可以在FPGA的Resource Internal的Resource 比如说Json它的Gate 或者是Json它的成本 比如说你原来需要用到比较高级的FPGA 那如果说使用跟Five Phone来搭配的话 它可以用下一集的FPGA来做设计 那Five Phone另外的好处 从开发的角度去看的话 跟DRAM来比较 它Five Phone在设计上更容易设计 而且更快 那它也不需要复杂的IP DRAM的IP Timing也比较容易debug 不像DRAM它的Internal 它的速度很快 所以它需要做Debug或Five Tube的机会蛮大的 如果说已经使用DRAM来做设计 其实也没有问题 所以要搭配Five Phone的设计也很容易的导入 另外从市场的角度来看Five Phone也有它的好处 那当然如果说这些开发的设计很容易的话 当然相对的这个产品可以很快的导入量产 同时可以节省总体的成本 比如说人事成本或者是开发成本 那因为它的设计是比较直观的 所以你要在系统上增加功能 增加或减少功能也更具有盘气